這是您的存責 開戶存款都少不了跑銀行 而銀行行員工作更是讓大家上網 薪水優渥 福利又好 以民營銀行來說 大學新生的起薪就有三萬二到四萬之間 其中除了基本福利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隱藏版的員工優惠 在銀行上班讓人好羨慕 因為大學畢業的新鮮人進入金融業 基本起薪至少三萬二起跳 如果碩士畢業生薪資更上看五萬元 尤其年終獎金幾乎領先其他行業 讓每年真才都搶破頭 我們大概平均一年來說 大概會收到上萬份的履歷 那從這上萬份的履歷當中 大概會再挑選五到六千人左右 來參加面試 所以一年的面試量 其實真的是還蠻大的 今年啦 我們最競爭最激烈的 這種特殊的職務 像是儲備幹部好了 我大概看了一下 我們的錄取率大概可能不到 大概三%到五%左右 銀行普遍被認為起薪高 調薪快 獎金多 加上工作時間規律 被列為不想職業之一 而內行人更點出 其實除了薪資拿出福利制度 更是打趴其他行業 既然已經在銀行業了 所以理財相關的一些產品的優惠 一定是有 所以我們購買基金 然後換匯 比如說我們喜歡旅遊換匯 然後甚至於是保險 基本上都有一些手續費的優惠 甚至於是零手續費 接下來小朋友我們碰到要成家立業了 開始要買車子買房子的時候 行員就可以享有一些優惠的房貸利率 信貸利率等等 以民營銀行來說年薪16個月起跳 另外一個公司制度有優惠存放款貸款 以及退休金優惠存款購物有禮貸款 光是這些就能讓荷包賺保 而公股銀行的福利還更上一層樓 七薪就有3萬513%的優惠利率 每年考核獎金加績效獎金 還有子女的教育補助 從小學到大學 以第一銀行來說 一半的員工年薪就超過百萬元 民營的經營績效是相對的會比較好 對 可是有人認為說 公股銀行是比較相對的穩定 很多上市櫃公司 他的這個很多的資訊是透明的 那他剛剛公股也透明了 可是所以呢 他很多在做盈餘分配的時候 可能會分配的比較多 相對的比較多 而公股銀行 他因為受限於預算 所以他在分配上面 可能比例會相對的比較低 民營銀行會相對的彈性大一些 比較擔心的是像派機學 公股銀行考試 除了基本科目還有專業科目 如果想盡民營銀行上班 還得依照各公司需求考取證照 這幾年來看的話 每一個考試大概都兩三千人不等 那比較多的話會到大概四千 這種考試速成比較多啦 就是說他可能考試機會也多 所以基本上學生在準備 他可能會花大概三個月或半年的時間 這樣投入這種考試 還是要看他本身是學校的 就是應屆畢業的 還是說他是從民營銀行轉過來的 想要拿到這些隱藏版的福利津貼 也得先下功夫 多多提升專業背景 才能搶盡百萬薪資族 TVBS新聞 陳建民 劉立軍 台北報導 網上看新聞請下載TVBS App 或直接按訂閱TVBS新聞頻道